還沒走出派出所 就已經預先拿起外套 舉得高高的 但頭卻是低到不能再低 他就是報案的搶案被害人 除了不想長相被曝光之外 連說的都和搶案天差地別 我皮夾不見了 不能來報警嗎 他只是皮夾不見報警 不是我們在裡面在裡面 說是說掉皮夾話說得很輕巧 但明明就是當街被搶 而且還是五百萬元的巨款 讓整起搶案明顯疑點重重 被害人先是提領大筆現金被搶 到派出所做筆錄之前 又堅持要等律師到場才願意開口 讓警方高度懷疑 他身上六百多萬元的現金 來源不單純 陪同的律師也很激動 沒有人從裡面拍 聽不懂 不只律師一路嗆媒體 當事人走到一半還一度腿軟 除了報案的被害人說法和行為 都有讓人懷疑之處 當時和他同車的另外兩名男子 也自怨到市領地檢署 為自己的證詞拒絕 到底最後是不是詐騙集團黑吃黑 雙方的說法會不會兜不攏 都要靠檢警鬥志突破 華視新聞總之道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挺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